感谢神我们有很好的敬拜赞美的时间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苏第十七章 我的主题是讲两种对比的人生 在耶利米苏第十七章 我们不难发现 在前面的时候一开始 他就讲到耶利米人非常的失望 就是撤着这些犹大人的罪 他讲说犹大的重名 他们的罪已经深深地腐蚀了他们人的本性 他们的生活在罪恶还有拜偶像当中 是神他们背信其运地远离了造他们的主 然后耶利米就深深地来谴责他们 说他们的罪已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这个耶利米苏第十七章的时候 看到这两种对比的人生 一个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 第一种人生是依靠人的人 在耶利米苏第十七章第五到第六节 怎么说 他讲英雏洋华如此说 依靠人血肉的宝贝 心中离弃耶尔华的 那人有祸了 因他必向沙漠的射送 然后呢 不见福乐来到 然后呢 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尖地 弟兄姐妹 这边呢 当我们讲到信靠人 信靠人呢 简单的来讲 就是呢 他做事 就是依靠人的智慧 就是依靠人的绑壁 的形式的 多过于祷告仰望神 而不是想说 他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 而是呢 他多半呢 都是寻求自己的能力 所能够记得 或者就是呢 依靠人 就是等同于呢 他是一个以人为本 就是先想到他自己 先想到人的想法 而不是呢 以神为本的人生 这样子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呢 就对我们的仇敌来讲呢 他是最喜欢的 因为呢 撒旦呢 就是看见信徒们这些呢 体贴自己的想法 体贴自己肉体的 这个破绽呢 然后呢 来攻击基督徒 然后呢 因为像这样的人呢 以人为本的人呢 他们呢 高举的不是神 而是呢 高举的 是人的本性 是人的存在 他们呢 把人看得比神还要高 以至于呢 这就是人堕落犯罪的这个景象 就是人类施主犯罪的这个点 就是骄傲和悲逆 这就是神一开始 创造亚当 下王 我们人类的施主的时候呢 当他们犯罪的时候 骄傲和悲逆神 和不相信神呢 就发生了 天使也是一样 中天使呢 那个我们的仇敌呢 也是因为呢 高傲 想要自称为神的时候呢 也背叛神 所以呢 骄傲啊 在在人的心中 或者在仇敌的里面 然后呢 不断地在跟神呢 今天在敌对 我们当心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也读过那个 这个苏林的四个定律 就是讲到 人心中 想要成为自己的王 就是骄傲 原始之罪呢 在人众生里面呢 都有 所以呢 当我们一出世的时候呢 这原罪就在 跟着人出来 我们就有这个罪 好了 在罗马书八章 六到八节 这么说话讲 六根第八节 说呢 体贴肉体的人呢 就是死 然后呢 体贴圣灵呢 乃是生命 然后呢 而且还有说什么呢 属肉体的人呢 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兄姐妹 我们看哦 当我们的施主 人类的施主 亚当下王 当他们跟神 上帝创造这美好的世界 给他们的时候呢 可是他们呢 就是因为骄傲 犯了罪 堕落 他们的罪 就是他们想要 想变得像神 就是人类的骄傲 而且呢 当这样 他们一犯罪呢 这个罪 就种下了根 成为呢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我们一出世的那一瞬间呢 我们就是罪人 然而呢 我们这个罪人呢 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们来了 认识耶稣 或者是因为耶稣 找到我们 不是说我们找到耶稣 而是耶稣 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能够听见福音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这本来死去的灵魂呢 已经活过来了 我们的灵魂呢 得蒙 重生 再次的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知善恶 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 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 是因为我们的灵 活过来 我们今天 依着信靠耶稣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神的子女 罪呢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被耶稣基督的义呢 来取代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没有 没有这个人的 没有神的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们是以人为本的话呢 他们就会随着 世上的物质 想要 他们自己的想要 来过生活 比如说 我们会随着 我们想要的人气 我们所追求的 名气呀 名誉 金钱 物质上的生活等等 而这些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见的 都是悲剧 发生 直到我们人类 不断麻木的 追求这些时候呢 人的生命呢 就进入了这个 被咒诅 就是呢 我们享受 追求物质 追过 多余追求过 造物质的时候呢 我们就 很多的时候 看到悲剧的发生 同样在这里 上帝的百姓呢 他们呢 也渐渐的远离神 他们开始 拜偶像 甚至呢 把神当成是其中的 偶像当作的 其中一个 他们没有 在全新的依靠了 而且呢 他们也依靠人 就很像呢 当巴比伦 在新巴比伦 在进宫的时候呢 他们的王 尤大王呢 选择去投靠 埃及的军队一样 就是投靠 人的力量 人拥有的力量 人拥有的武器 然后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审判他们 所以呢 我们 要来到神的面前 谦卑的 我们要 警醒 这 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虽然很多的 责备 很多的这些 神管教 但是呢 在新约呢 保罗告诉我们的 这一切都是 警戒我们 叫我们知道 好 叫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走这样的 跟着 他们的道路 在耶利米书 你看他这边写呢 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们呢 尤大的罪啊 是在他们 用钢笔的 那个用金钢笔的记录呢 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我们也知道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人的国效 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弟兄姐妹 是从心发出来的 原因呢 就是他们的心 摆坏了 人的心摆坏 在这17章中呢 第9节也告诉我们说呢 人的心啊 比万物都归杂 坏到极处呢 谁能够扯头 圣经呢 指着 这样的败坏的心 败坏的心 远离神的人 他们所带来的 最后呢 就是呢 他们对神 已经麻木了 对神麻木 就像罗马书 一章28到29节 他们说呢 这边保罗讲 这些人 既然 他们故意 不认识神 犹大人 他们知道神 他们知道 他们列祖 怎样的 因着神的恩典 进入这个 美好之地 但是呢 他们却故意 不想认识神了 神就认凭 他们心存的邪恶 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 各样的不义 各样的贪恼 各样的恶毒 嫉妒 凶杀 然后震惊 还有诡诈的 所以呢 因为人的心 败坏 人的心 故意的不认识神了 所以呢 罪充满了 人类的生活 充满了当时代 的人的生活 所以 在我们的 现今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生活边 也有许许多多的 这些罪恶的发生 都是因为呢 骄傲 这些罪 进入人类里面 我们又看见 欺骗别人的 陷害别人的 我们用言语伤害 去践踏别人的 这些呢 都是因为 人的心 他们远离了神 知道有神 却不把神 当成是一个 可敬畏的 但是呢 在这边呢 我们也知道 第十节 耶和华呢 他是查验人心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在耶利民书 第十章 第十七章 他叫说 耶和华 查验人的心 实验人的肺腑 要照 个人所心的 和他所做的 结果来报应他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见 如果说 我们的 真的 别偏离 我们真的是 依靠 自己的想法 以人为本的 生活的时候呢 最后我们的结局呢 就是受到神的审判 然后呢 而且呢 我们也可能 就像十七章里面 所讲到 神要把我们 丢在沙漠 经济里面 在旷野 这样的生活 让我们看不到 这个 前景 而呢 在这个 干旱的地方 有刺的地方 然后呢 常常的被 过着一个 在经济里面的生活 就是常常的 就 很像 看见人 经济里面 就很多次 就我们常常 去吃别人 或者是 我们就憎恨的吃 我们抱怨的吃 我们的想法 都被毒害 所以呢 我们 祷告 我们盼望 求神帮助 我们今天 我们学习 第一种的人呢 就是依靠 人的人 我们求神帮助 我们不要 成为这样的人 而这样的人呢 多半呢 是与罪恶相关的 而这样的人呢 注定的在今生呢 他们只追求 现在的利益 他们要 要很快的 现在享受 OK 追求 肉体的满足 而不是 信靠 神的坏 而活 所以最后 他们的下场呢 就是 被神审判 然后呢 在干旱 被咒诅的地方 他们劳碌 却是枉然劳力 可能他们的心灵 也感到贫穷 不见得 负了 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成为 这样的人 这是第一种的人 然后第二种人呢 要怎样的 对比的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 依靠 神的人 依靠神的人呢 在耶利米书这边 他讲到 第十七章 第七节 他讲依靠神的人 会怎样呢 他讲依靠 耶和华的 以耶和华为 可靠的 那人 有福了 这边 第十七节 说到有福 他这边的有福呢 在原文的字本上 是附属 就是多数的 然后呢 他变成了 就是觉得说 很多很多的 满意过来 我们唱四歌 我们讲说 上帝 我们祷告 也说 让我们的喜乐 能够满意 就是呢 流露出来 我们不只是喜乐 基督徒我们今天 我们充满的喜乐 不只是 在我们自己的 而是能够满意出来 你身边的人 能够感受到 你的喜乐 这就是依靠 耶和华的人 然后呢 刚刚我们提到 依靠人的人的 是以人为本吧 当然 所以呢 依靠神的人呢 就是以神为本的人 就是他先寻求 神的国 神的义的人 这是在凡事上 愿意遵照 神话语 而活的人 这样的人呢 会是怎样的人呢 在诗篇我们读到 他可能是一个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恶人的道路 然后呢 不作泄满人的 这个位置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面对 事态的时候 他们会竭力 持守神的话语 这就是依靠 神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 远离了神 他们真的 不能够做什么 而且呢 他们也知道 依靠耶和华的人呢 才能够得到 从神来属天的力量 让他们能够战胜 各样的逆境 或者就是失恋 圣经在 诗篇第37篇 第23节这么说 他讲的 一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递听 他的道路呢 也是耶和华喜爱的 我们就想到 圣经有一个例子 他是 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 大卫就是一个 这样的例子 他在信仰的表白当中 我们要看 他一生 经历很多的 祈福 然后呢 他许多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大卫是被 扫罗 追杀 但是呢 他虽然人生 经历这么多的 苦难 可是呢 他在做事的时候呢 他没有全部的诗歌 都在骂上帝 他写诗的时候呢 在诗篇第十八章第一节 他却说什么呢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 我爱你 感谢主 Amen 你看 大卫的表白 他的心上的表白是什么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山寨 他学会依靠耶和华 这就是依靠神的人 过的生活 就在艰难当中 他扣力 还是宣告说 主啊 你是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力量 就算我失去了生活当中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依靠 你就是我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依靠 如果呢 我们在世上 我们只依靠人的话呢 我们最终一定就像失败的 就像犹大 就在以色列给我们的警戒 当他们面对这些敌人的时候 他们选择去以外交的方式 去联系埃及 亚述 去帮助他们 但是呢 最终呢 都失败 唯有 依靠耶和 信靠主的人 让主 依靠他 他就是我们平安喜乐 在诗篇 第四诗篇 你看大卫 在第六第七节 他也说什么呢 他不是没有功 他有功 但是呢 他就说 因我必不依靠 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呢 也不能使我得胜 他讲 唯有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基督徒 我们常常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苏林的战场 每一天 都是一个战场 我会仇敌呢 就是要来击垮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 凭乘我们自己的力量 来征战的话 我们一定会 伤痕累累 一定会打败 打败 但是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帮助 我们依靠他的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神的面前 有能力 我们就会得胜 再得胜 就好像 我们看 约书亚他们打仗 当摩西举仗 举仗 祷告 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 他们太阳挺住 然后呢 这个约书亚也战胜出地 我们的生活同样 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呢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依靠 他依靠 他见识依靠 知道说 上帝的祝福 或神迹呢 就一定会来到我们的当中 一定会 私下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度下福音 同样 也记载 我们看到 彼得 这些 渔夫的人生 彼得 打了一整夜的鱼 他没有打着什么 那一天 但是呢 他感觉到失望 失败 感觉到无助 没有力的时候呢 耶稣上了他的船 耶稣呢 那天早上呢 上了他的船 当耶稣出现那一刻呢 他就问 彼得 彼得 讲说 我一整夜都没有打到鱼了 OK 然后呢 彼得听完耶稣 讲到过呢 耶稣就讲说 好吧 你再把船 驾到 水深之处 然后呢 下网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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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夜都没有打到 但是呢 我愿意 选择 听你的话 弟兄姐妹 这也是 全新的依靠 他不依靠 他自己的 profession 他不依靠 他自己的经验 他不依靠 他刚刚 经历 他刚刚打完鱼 没有打到任何的鱼 回来 但是呢 他却因为 耶稣讲了一句话呢 他就开网 水深之处 把网 撒下去 今天呢 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劳力 我们可能打不到什么 我们的生活 还是劳苦 艰苦 但是我要鼓励你 今天你来学习 依靠神 仰望他 仰望他 当这个彼得呢 从神那里 得到话 以向往的那瞬间呢 我们知道 他唠唠了很多鱼 甚至呢 连船都装满 神仙要 沉下去呢 所以你看 当我们依靠神 我们是一个 以神为本的人生 我要祝福你 你的生命 一定会经历 恩上加恩 今天 你要来领受 恩上加恩的恩典 Amen 只要 单单的来信靠 这就是依靠人的 这个好处 也是我今天 要分享的 最后一点 就是呢 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 什么样的祝福 这边呢 他在耶利米苏呢 第十七章 第八节 我们来看 他这边说呢 他必像 当我们依靠神的人呢 他必像呢 这个树呢 栽在水旁 然后呢 在河边呢 扎根 然后呢 炎热来哦 炎热来呢 也不惧怕 叶子呢 仍必清碎 在干旱呢 是你的毫无过虑 而且呢 结果不断 我很喜欢那个结果不断哦 不是我们看到很多结果 就是看到很多fruits 很多的生命的果汁 被斩出来 我要讲呢 依靠神的人呢 会得到什么 这边有两个 第一呢 我看见的就是呢 他栽在树 栽在 栽在水旁 沿热来 也不惧怕 叶子呢 仍必清碎 当我们读这个 耶利米书 第17章的时候呢 我看见的就是 耶利米呢 他把 这个栽在 水旁 跟这个 在 沙漠或者是 荆棘里面呢 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为什么他这么做 我在想 为什么他 写这两个 或许呢 他要唤醒 他同胞的回忆 什么回忆呢 就是呢 在以色列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 他们被拯救过后 虽然 他们在 旷野漂流 40年 那时候有 荆棘 然后呢 有这些 危险的 毒蛇 毒蟹在旁边 可是呢 却有神的 同在 以色列人呢 就那个时候 却好像 一棵树 栽在 水旁 那种姐妹 那个时候 虽然 环境干担 但是因为 有神的 同在 有神的 供应 他们的 生命 好像 一棵树 扎在 水旁旁 可是呢 现在 他们进入了 这个应许 昌盛之地的时候呢 他们却依靠自己 拜 偶像 拜巴利 拜 亚斯塔鲁 过后呢 他们呢 就好像 回到埃及 或者 回到旷野 一样 干旱 所以 耶利米 可能在 透过这个呢 来劝戒 当我们 专心 依赖 神 养旺 神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仰 生活 我们就要像 扎在 这个 吸水旁一样 吸水旁 而且呢 第二呢 大家说 叶子 不枯干 就是呢 我们的 因为 根 扎得很稳 因为我们 扎根 扎得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基础 建立在神那里 不是在人那里的时候呢 今天我们 就是在神的爱上面呢 神圣的 扎根 对主的爱呢 我们不会 哭干掉 有时候 基督徒信旧 我们成为基督徒后呢 我们的 属灵的生命 会 哭干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 是扎实的 是稳健的 并且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 一定 是一个 不会苦干的基督徒 什么讲说 不会苦干的基督徒 或许你去教会 这是一个 Motion 就讲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 每一个星期 我应该去的 你已经去到 没有热情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otion而已 可是呢 当我们是一个 依靠神的人 当我们跟主 有侵略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的 这个生命 是扎在虚传的 我们的叶子 不苦干 我们的信仰 不会苦干 这样的人呢 在面对艰难苦难的 环境的时候呢 是不会轻易 放弃信仰的 我们对主的信心呢 也不会动仰 诗篇也告诉我们 这个经文 耶利米苏这边呢 跟诗篇很像 就讲到 那棵树 栽在西水 把叶子 不苦干 反而他所做的呢 都尽都顺利 约瑟的生命 就好像这样的生命一样 我们看看他 就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受到各个的震恨 他就被卖为奴隶 被冤枉 被关进监狱 但是呢 在这样的环境 在这样的苦难 越苦难的环境呢 上帝仍然与他同在 就好像 一棵树 栽在西水帮 一棵树 栽在西水帮 无论他现在 属世的环境是怎样 可是因为有神的同在 上帝 他的同在 就让他成为一个 在那个时候呢 凡事尽都顺利的人 Amen 所以呢 因为有神的同在 约瑟 凡事都顺利 哈利路亚 所以六名姐妹 然后还有呢 最后一个祝福呢 是什么呢 我就讲呢 我很喜欢就是 他的果子 结不会完 结不完 这边圣经结什么 而且呢 结果不止 就是呢 一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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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对于依靠神的人 当我们依靠神的话语 上帝赐下 丰盛的这个营养 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的生活 不断结束 这个圣灵的果子 就在加拿大书 这边写的 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时良善 心思温柔 结之 这些果子 通通结 上帝讲 而且是结不完 就是呢 我们不断地 会拥有 这样的属灵的特质 我们的喜乐 不会停止 我们的这个 良善 我们的温柔 我们的结质 这些都不会 都不会停止 是多美的事情 哈利路亚 所以这就是 今天 当我在一起 来学习的时候 我们领受的 你要选择 今天你是要 以人为本 或者靠着你自己 的生活 还是学习 靠神的生活 而依靠神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 永远不会苦干 因为神 天天的滋润我们 哈利路亚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做 祷告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